昵悟 今晚 archive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约 昨天晚上 几个人 老朋友 在一起聚会 这个召集人呢 是我1949年就在一起的 那么大家在一起很高兴 那么我现在跟各位在说 喝酒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喝酒啊 我们这几个人都有一些 在意的事情 是什么呢 第一个人头要对 这几个人谈得来 有东西可以谈 不是只是喝酒 是喝酒是一个过程 中间要有一些东西好谈 接着喝酒聊 聊聊从前聊到现在 聊聊健康 聊聊怀念的一些老朋友 过世了等等的 第二个 是场合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见面 但是不一定喝酒 为什么 场合不对 这个 场合不对的时候 会给你制造很多的麻烦 不必要嘛 不必要嘛 所以因此 场合不对 我们也不会 那这个是说 这个时间对不对的 也有关系 各位 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啊 有工作之前绝不喝酒 绝不喝酒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我在看呢 现在这个电视新闻呢 经常报这个酒驾喝酒以后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 这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喝酒很多的人都在喝 可是呢 闹事的人就是那些人 为什么 人头不对 他也喝 他就是为喝酒而喝酒 第二个 场合不对 他也不管 随便哪里都喝 第三个 时间不对 他也不管 你如果开车 而你喝酒的话 这就是犯规 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相聚 有喝酒的 不开车 来陪着老爸爸喝喝酒 聊聊天 大家享受家庭的快乐 那请问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偶尔的喝喝酒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还是记住了 时间 地点 场合 人 对不对 才能够决定你要不要喝酒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